第一產工程順利 金產子落下瞬間 原本是想預祝金華廣場動土 能夠順順利利 沒想到這一產可能產出 柯文哲在台北市長任內的最大弊案 就把廣場還走在台北市長更前面 最重要的佔天位置 商辦是一定需要 恐怕就是真的走到太前面 容積率也飆到史上最高 從原本的392% 到柯市府2018年 認定金華城容積率是560% 沒想到2021年9月 關鍵的最後一場督委會中 金華城容積率邁向840% 一路暴增 一路打通關 全都在柯文哲任內 即便檢調大動作搜索金華城案 但是在金華廣場這裡 施工完全沒有受到影響 可以看到工程人員 還是加速的趕工當中 因為預計2025年底 這裡就會成為全台灣最大的 綠建築商辦園區 坐落台北市中心佔地5000坪 未來將興建四棟辦公大樓 每棟地下七層 地上19層 銷售面積將達6萬5000坪 金華城搖身已變成了頂級商辦 不難想像背後牽扯多大利益 幾乎是快要上千億規模的商辦 等於是說是目前為止 北市最受注目的商辦 據我所知來說的話 他們事實上已經在進行招商 跟已經有一些賣出的動作 不過金華城案越燒越大 在檢調未證實涉及不法之前 抓緊時間繼續蓋 對此督發局也表示 案件進入司法偵辦 一切配合調查 但過去形容財團是用刀叉吃人肉的柯文哲 如今似乎也成了拿著刀叉的其中一人 東森新聞李君周佩宇在台北採訪報導